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方法 第一个是在我第一个email的右边 增加一个等于这个储存格打勾 这个储存格里面的资料就过来了 下面这一个的话你可以用等于什么呢 等于它的上面这个串联什么呢 串联endend什么呢 中间如果我要加一个分号 假设我中间加一个分号 然后endend串联什么 串联你左边这一个 OKB3嘛 那实际上你再做两次就可以了 这个地方是完全不需要写任何程式的 你只是需要第一个是等于左边 第二个也是等于上面加上左边 那你会发现串联之后 当然它会把上面这个串这一个 那如果说你向下填满的话 它会把上面这一个再串左边这一个 所以向下填满之后你会发现呢 最后的这一个就是我们要的结果 你会发现它就是一直往下 所以以后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文字串接 不需要写任何程式就可以达到我们的效果了 OK 但是如果说你今天希望 也许我们前面有讲过VBA 那我们假设我今天需要有个按钮 这个应该是一个很算是太复杂的问题了 不过需要用到一个VBA帮我实现 那里面的话需要假设按下去 那我刚刚做的动作全部都不需要做 假设这边都不要 那我希望如果有个按钮 按下去之后的话 自动帮我把这边的 这边的Email信箱 帮我串联到最下面一列 也就是B栏的最下面一列 那实际上我希望放在C栏底下 但是也是最下面一列 那我的程式该如何撰写 这前面好像也讲过类似的 当然原理原则我想将来 如果说你要使用VBA的话 第一个当然你先把这个开发人员叫出来 那第二个的话呢 开发人员里面 如果我要做这个按钮之前 势必一定怎么样 要VBA要不要按右键 插入一个什么模组 这个一定是必要的 再来的话呢 我插入一个程序 那这个程序名称的话呢 假设我今天是要把所有的Email串联在一起 也许我就是叫做 就是串接那个Email好了 或者是本来你这名称自己取一个 你比如说串接Email好了 类似像这样一个名称 不过特别注意哦 刚刚按确定你会翻 之前有同学跳出这样的状况 其实一般 就是那个名称的前面 我刚刚是不小心按了一个空白键 特别注意哦 不能有空白键 另外 数字可不可以 数字 我印象中好像按确定 也会跳出程序名称不正确 OK 所以特别注意哦 名称的地方 不能够有空白开头 或者是数字开头都不行 中文跟英文都可以 按确定 好 确定之后的话呢 当然好 如果字太小 你可以讲工具里面的那个选项 这个前面都有做过 我把它改成 撰写风格里面把它改字放大一点点 那里面的话呢 一般是这样 如果说我要把我刚刚的步骤做出来 其实大部分都是把它稍微缩小一点点 放在旁边一边看一边写 所以我通常是第一个先输出那个回圈 那回圈呢 通常是哪一列到哪一列 所以是for i 等于第二列 到哪一列呢 到这一个也许是A缆的最下面一列 那A缆的最下面一列一般的话 我是会用那个range 这个前面我们有用过蛮多的 然后刮壶之后的话 给它假设从A1 假设从A2 A2向下去侦测 点end 这边有个空白键 然后前刮壶 向下的话就是axel 后刮壶 点 抓到最下面的那一列是哪一列 ok 然后点ro enter两下nets 这边需要这个其实前面都有讲过 如果你有印象的话 前面这个已经做过很多次